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十佳。 今天我们谈谈住宅的水药问题。 今天这一期是上一期的更新版。 我们当遇到住宅的水药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两个问题最为常见。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发现这个月的水费突然增加了两倍到三倍。 还有种可能就是, 我们把里面水龙头或者浴室的喷头的水流量太小, 这两个问题最为常见。 那么,就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可能两个。 一个就是说是我们房子里面水路系统本身造成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房子外面, 或者说城市供水本身的问题造成的。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主要是房子外面的问题。 今天要回答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说, 我们水费增加,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地方漏掉。 第二个要回答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水表是不是正常的, 有可能我们水表本身就坏掉了。 第三个我们要回答就是, 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水是正常的, 还是不正常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所以现在大家看见的路上呢就是说, 把这个水表的盖子揭开, 大家可以看见什么呢? 大家看见了这个一个呢是左面的水表, 对吧? 右面一个法门。 我们先打开以后, 我们首先要检查的是什么? 我们要用手去查一下, 这个法门是否是全部打开了。 你看上我把这个小的盖子打开了, 对吧? 小的盖子呢, 毒素呢分两个部分。 前面的这个四位素是0816, 它的单位呢是墩, 也就是说千升。 后面的这个三位素136是红字, 136红字, 它的这个单位呢是升。 嗯, 最后一个是这个, 有个小的刻度的, 可以最精确的达到0.1, 所以到我们每个房子里面有没有漏掉,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找个时间,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当时就是说没有人用水了, 包括厕所什么饮用水都不用了。 所以你开始之前呢, 去度一次表, 好, 你就现在算时间。 等两个小时以后呢, 如果这个毒素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那么证明是没有水漏的, 对吧? 如果有水漏掉的话, 那个毒素肯定就会增加的, 这是最基本的办法。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要看水表准不准, 是吧? 开始呢, 读一个素, 然后来把你们家的这个浴缸, 就是浴池, 就是bass tub, 然后腾空, 准备放水。 那么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浴缸, 一般体积是多少呢? 通常呢, 是250到300升, 那像我家里面是270升浴缸。 一般说呢, 我们所有用的浴缸呢, 跟我们的住在形式, 比如说, 你住在partman, 或者住在豪尔这里面, 确实不一样。 最小的浴缸呢, 有150升的, 最大的浴缸, 像stand-by的, 有400升的。 所以呢,就是说, 首先,当然你应该知道, 你那个浴池的体积是多少。 正来你去看你的水表, 在放前或放后, 它毒素的差距, 是不是等于你这个浴缸的这个容量。 嗯, 所以呢,就是说, 这样怎么样链制你的水表呢? 是不是这个正常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给出了这个正确的这个回答。 我就想知道, 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水压, 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所以, 这个第三个问题。 压是否正常, 第二个方法, 我给出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简单, 定性的方法。 这个方法, 水冲力很大, 是吧? 你再用水手去感觉一下, 它是不是冲你的手, 你的压力很大, 是吧? 你再用手背去感觉一下, 压力也是很大。 是吧? 这个压力高, 压力低是相对的。 那么你和水比呢, 居之间, 左右邻居之间的水压, 应该是相同的。 这是给你一个定性的, 非常粗略的方法, 来检验你家里面水压是否正常。 第二个方法, 用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水桶, 这个水桶它的特点就是说, 这个水桶必须里面有刻度的, 对吧? 我们每一次量多长时间呢? 通常量10秒钟, 给你参考。 当然, 我们这需要一个定时器,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闹钟, 都可以。 好, 我们的水龙头已经打开了, 对吧? 是, 好, 我们第一次开始量这个过程。 第一次是在4.3, 4.3升左右, 也就是10秒的4.3升左右。 我们记下来, 所以总的读数来看, 三次, 10秒钟呢就是说, 它是位于4.3到4.5之间, 平均起来也4.4升, 10秒钟。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流量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平均起来三次, 也就是说每了10秒钟呢? 它的流量是4.4升。 那么就是说每一分钟呢? 相当于是26.4升。 标准的标准标准收类供水是多少? 它要求对我们美家每户的, 的这个供水量, 是在每分钟的25升 左右, 一般不会低于每分钟 25升左右。 那么再低呢? 也不会低于每分钟20升的。 这样的供水量。 如果供水量太低,显然供水量太小,或者我们说水压太小,对吧? 这是第二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水流量的方法, 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定时器,或一个水桶来量的方法。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直接测水压,我们用水压表来测水压。 先把水龙头上面的这一个小的喷头先把它悬下来,对吧? 好,悬下来以后,我就把我的水表接上去。 我这个水表有一个黑的,还有一个Adaptor,接小管的。 我首先要把黑颜色的这个拿掉,这样就可以接上去。 如果你是小管的,刚好就接上去,对吧? 好,接上去。 接上去以后,注意,要密封,不能漏水,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水的,好了,我们已经接好了。 接好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个阀门打开,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阀门全部打开。 400kPa的。 那么,外圈是Perside的,是多少呢?是56,57kPa。 我们测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400kPa。 57kPa,这样一个,那么这个压力是偏高,偏低。 那么还是刚好呢? 城市供水到我们每家每户,它的标准值,应该是在这个350加减50,这样呢?是非常标准的。 如果你的读是50加减5psi,那么也是标准的。 如果你这个读速读出来是200kPa,或者低于200kPa,或者是说低于30个Perside,就表明你的供水的水压太低了。 如果你读速读出来,你的压力是超过了550kPa的。 80psi呢,证明压力就太高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